汽油價格持續高企 但多倫多地區公共運輸公司表示 乘客量有顯著增加 另一方面 越來越多的油站出現偷汽油 及入霸黃油的情況 張桂葉報導 多倫多公車局與都會聯通今日表示 近日為節省汽油開支 而選擇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數有所增加 雖然仍未能回復至疫情前水平 但TTC說之前有研究顯示 汽油價格會上漲10%的話 乘搭公共交通的人數就會增加1至1.5倍 並希望數字可以持續上升 另外近幾個星期 多倫多西區有7個油站發生偷汽油事件 其中包括位於Keepling和Dundas附近的油站 油站員工說至少有價值1000元的汽油被偷 另外司機在入油之後不給錢的情況也有所增加 對此警方說他們會進行調查 被捕人士將會面臨包括島市在內的控罪 而油站就說可能會改用預付方式以應對相關情況